程序员减肥大法 不说废话 直接上效果 本人通过该锻炼方法半年内体重由165磅降到143斤 实测有效 供各位IT同僚参考 1.减肥走的弯路 之前体重太重 腰上肉一大堆 典型油腻中年难 走路跑步只要动起来 就两个字 难受转 试过实际种减肥方法 打篮球 节食 健身餐 请健身教练 吃减肥药等等 最后发现对于减肥来说跑步效果最明显 对于减肥小白最容易上手 2.减肥原理 其实减肥一个最简单的原理说出来大家都懂 保持身体输入小于输出 那么要么减小输入 要么增大输出 减小输入对于我一个吃货来说 非常痛苦 我选择增大输出了 每天跑步5公里 一个月后你会发现精神和心情都变好了 三个月后发现腰围减小了 六个月后体重减少10斤 一年后体重减少20斤 而且不用太熟口 就一个字 更 话重点 导致肥胖的最肥祸首不是肥肉而是主食 比如米饭 面等减肥的同僚们一定要少吃 之前我还不相信 后面查了很多文章 并且亲身实践发现吃饭光减少米饭摄入量都能降低体重 所以我现在吃饭每餐肉随便早 米饭最多吃半夜 三 详细跑步减肥步骤 追求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要想减掉身上的肥肉也一样 本人上班时间 9月30日12点00 14点00到18点00 19点00 22点30 有的时候更晚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上班时间这么长的情况下如何抽出时间不实现减肥大业 Step 1 早起 坐班车到公司健身房跑步机跑40分钟 8 20到9 00 30分钟匀速跑最后10分钟半加速跑 Step 2 吃早餐燕麦片加每日坚果少吃面等主食 Step 3 吃午餐少吃米饭肉什么的可以不忌口 如果有鱼尽量吃鱼 Step 4 下午下班18 0-19 00室外跑步一个小时 Step 5 乐晚饭少吃米饭 Step 6 晚上加班下班后如果肚子实在前 可以吃燕麦片加牛奶 当然这点我做的不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公司提供免费夜宵 团队聚餐或者跟同事聚会也会吃的比较多 不过自从跑步后每次吃完都有罪恶感 隔天都会加大跑步的量 公司没有健身房的同学可以直接在外面跑 流汗后的感觉很棒 记得跑步前要热身 特别是脚踩和衣袋 网上很多专业视频 可以搜了学任何事情 只要进入正循环后 就一切水到渠成了 最难的是刚开始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